事情是这样的 简宁穿越了 穿越了 不就是穿越吗 多新鲜 是在一片陌生的大陆上的陌生森林里 我可是看荒野球生长大的 这里遍布着从未在地球上出现的植物 我应该把帐篷搭在哪呢 而且这里没有人类 是我还有三天的分量 希望能够顺利的走出树痕 请给我一个同类 适合一个活的东西 等等 别告诉我这个人形黑猫是男主 我一直把它当宠物的 可是一旦接上了这种设定的话 感觉似乎也变得有点可爱了嘛 这毛茸茸的圆儿也太忙了吧 这是一个简宁想把兽人当宠物 兽人想把它当伴侣的故事 一个是拥有现代文明知识 磅身的现代新女性 一个是猫形人兽的异式大陆生物 种族不同如何相爱 简宁在异式又会面对怎样的一系列问题呢 吃东西都是生肉怎么办 穿衣服没有布料怎么办 睡觉没有房子怎么办 交通只能当纠纤怎么办 还有 兽人总是想交配怎么办 在这个被类人生物占据的异式大陆里 简宁能不能好好生活下去呢 欢迎收听由太太子为您播讲的 长篇穿越岩石小说 某细大陆 作者玉井鹏香